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总统拜登昨晚发表任内最后一份国情咨文 除了抨击前总统川普对民主构成威胁之外 拜登也阐明了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 同时反击有关他年纪太大 不适合连任的指责 拜登一开始就指民主在国内外受到了威胁 但他在演讲中完全没有提到川普的名字 而是13次以我的前任来攻击这名共和党对手 他指责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背躬屈膝 甚至邀请普京攻击未履行财政义务的北约成员国 这令人愤慨 危险和无法接受 拜登表明不会背弃乌克兰 并促请国会为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 拜登还指责川普和共和党人 试图改写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的历史 谈到与中国的竞争 拜登说美国在对抗中国方面比其他国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但他强调并不寻求与北京发生冲突 拜登形容 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是前所未有最伟大的复兴故事 他说 我继承的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 如今 我们的经济简直令全世界羡慕 短短三年内 我们新增的就业岗位达到1500万个 创下了历史新高 失业率则处于50年来的最低点 在演讲最后 拜登回应了人们对他的年龄担忧 81岁的拜登打趣说 他29岁进入国会 政治生涯中不是被认为太年轻 就是被批评太老 他认为自己丰富的履历经验是一种优势 周四 法官卡普兰要求前总统川普 在周一之前向原告卡罗尔支付损害赔偿金8300万美元 这个裁决意味着 川普必须在周一之前向卡罗尔付款 或者提交保证金或者资产 作为判决的抵押品 同时对陪审团的裁决提出上诉 该裁决认为 在卡罗尔于2019年指控他强奸之后 川普作为总统诽谤了他 这项判决只是针对川普的三项民事损害赔偿判决之一 川普截止目前 在纽约州总检察长和卡罗尔提起的案件中 总共欠了5.4亿元 川普此前要求曼哈顿联邦法院法官 刘易斯·卡普兰暂停卡罗尔案的判决 卡普兰在周四的拒绝命令中写道 川普目前的局面是他自己拖延行动的结果 根据去年另一起联邦的民事审判 川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对卡罗尔进行了性侵犯 并在离开白宫近两年后的2022年 发表评论诽谤他 川普之后将560万元现金作为抵押 同时对陪审团要求他支付500万元的判决 提出了上诉 此外 上个月 一名州法院的法官命令川普 在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 提起的民事商业欺诈诉讼中 支付4.54亿元 川普还没有被要求支付这笔金额 或者提交保证金 但是如果上诉法院 拒绝暂停判决 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 8日 日本著名漫画家鸟山明官网 发出其病逝的消息 终年68岁 他的代表作有龙珠和IQ博士 广受全球欢迎 经久不衰 超越国界 鸟山明1955年 出生在明古屋 曾从事设计师和插图工作 上世纪70年代起 向漫画周刊投稿 展开超过45年漫画创作生涯 并成为日本漫画史上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其中一位作者 不少日本人 以致外国游客周武德西他的死讯都表达了惋惜及缅怀 鸟山明的作品IQ博士和龙珠80年代开始连载 随即大受欢迎 曾翻译成多种不同语言 在全球出版 据统计 龙珠在全球卖出超过2亿6千万册 并先后改编成动画 电影和电子游戏 及各种产品 至今历久不衰 龙珠的部分角色名称及故事内容 取材自中国的名著《西游记》以及《水浒传》 在北京 中国外交部对鸟山明的逝世 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指他的作品在中国深受欢迎 期待和相信 日本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 积极投身于中日文化交流和两国友好事业 《鸟山明》2019年获颁法国艺术与文学勋章 日本有传媒引述报道 《鸟山明》上个月曾接受脑部手术 其工作室周五发布复告 《鸟山明》本月1日 因急性硬脑膜下血肿离世 亲属已为他举行葬礼 稍后公布公众悼念活动的安排 而他生前仍然参与的多个创作项目 如今变成永远不能完成的作品 今天是国际妇女节 全球多地有团体举行集会游行 争取妇女权益 法国则在这天正式将妇女堕胎权写入宪法 入宪仪式开放于公众参与 印章盖上 象征着妇女堕胎权正式纳入法国宪法 国际妇女节这天历史性的一幕 在法国巴黎上演 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广场 长达数分钟 法国国会日前以大笔数通过修宪 将堕胎列为受宪法保障的自由 是全球首个国家这么做 争取妇女权益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法国会带领欧洲各国保障妇女权利 希望欧盟都能够将堕胎权纳入基本的权力宪法 邻国意大利去年有过百名妇女被杀 当中约一半都是她们的伴侣或者前伴侣所为 针对女性的仇恨犯罪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首都罗马有上万人趁着国际妇女节走上街头 抗议父权的暴力 爱尔兰这天则举行了公投 表决是否修改宪法内家庭组成的定义 以及是否删除女性在家庭的职责描述 支持修宪的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到投票站投票 他称有关描述已经过时以及歧视女性 认为修宪将体现性别平等 感谢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更多新闻资讯请继续关注华语电视